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化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学习《相关众恩论》 《相关众恩论》 今天应该讲一堂课 还有一堂课 可能星期五讲完 现在我们正在讲第八评 前面讲法身 报身都讲完了 今天是第三个 行为化身及事业 行为化身及事业 分两个方面讲 一个是人情具有五种特点的 化身的本体 我们前面 报身和化身也一一地分析了 化身也具有五种特点 还有一个 广说事业的功德 这个事业讲在化身当中 实际上也是经常讲 发身的二十七种事业 在这里讲化身的事业当中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在下面做解释 今天首先第一个 讲具有五种特点的化身 那么具有五种特点的化身 在藏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讲到什么呢 如乃至善有 予以众生平等 作种种利益 佛化身无端 我们这里讲的是化身 化身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为了调化有缘的众生 显示各种各样的身相 那显示的这种身相 实际上它一般来讲 化身有五个特点 相关的诸书当中都可以讲 它一个是色身的特点 还有世间的地点 对境的特点 以及果位和他的事业 从五个方面来讲 他这里说的是乃至善有 实际上是从世间方面讲的 因为我们知道轮回无有空机的 没有空轮回之前 佛的事业和度化众生不会变的 乃至善有 他这里所生化身的化身 实际上这里后面讲佛化身 佛化身是一种色身的特点 色身的特点 在颂词当中讲乃至善有 轮回没有空之前 佛的事业也不会空的 所以我们一般经常讲 法身是本性常有 宝生是相续常有 而化身不断常有 意思就是说 化身是不间断的常有 法宝法三生都可以安立上常有的名称 但是方式上不同的 因为法身的本体是常有的 而化身 宝生我们经常讲的是 它的相续无有间断的 也就是说是相续论 在这里化身讲的是 轮回为空之前 与众生平等 那么它是什么样呢 对今的众生都是平等性的 对今来讲 凡是有缘的众生都要去度化的 对化身并不是有一些情愿的 我愿意跟这个关系好一点度他 而这个关系不好 但是确实也需要一种 客观的因缘和规律 这个是不得不遵守的 然后还有一种叫做种种利益 它讲的是果为上的 有些可以安置于人天的福报当中 有些安置于三种解脱之意 也是这样的 这是种种利益 佛化身无端 那么它利益的方式 实际上是无有间断的 无有偏断的 也就是说 佛陀的事业永远都是无有间断的 这一点很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经常讲 佛的事业无有间断 那 山皆违灭经 念事事业无端 意思是 山皆轮辉没有空的话 念事事业无有间断的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佛陀的事业或者佛陀的加持 包括诸佛班上师的加持和事业 表面上看来可能在某些众生面前显示隐没 但实际上没有隐没的 纵然有大海 离开波浪时 纵然有大海 离开波浪时 说话众生前 佛陀恨不利 以前说是百业经 但百业经我翻译的时候都是没有找的 但实际上藏传佛教当中 经常引用这样的经典 可能是在其他当中 我以前引用的其他版本的 在其他经典当中也已经引用过 所以整个世界上一般来讲 大海离开波浪是不可能有的 假设说 大海也是有离开波浪的时候 但佛陀恨事也是不会离开有缘众生 所以我们经常说不利 应该是对有缘众生来讲 佛陀的事业也好 上师的加持也是没有离开过的 恒事无有间断的 如果具有邪见者或者成见者 即使上师也好 佛陀也好 在跟前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经常也讲 有一种不利的信心 在修行过程当中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佛陀的加持也好 佛陀的事业 在我们有缘众生的意乐界面前 始终永远是一种恒常不变的 所以在这里讲佛陀有种种化现 佛的化现有各种不同的化身 他这里讲佛化身 其实化身我们藏文当中叫诸古 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翻译出来的 佛陀 转世也有这个意思 真正的转世 真正的化身分几种 《大圆满信心修习》《大车数》的后面 最后一品当中所讲的一样 有一个叫做殊胜化身 殊胜化身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来到我们人间 显现十二种相像一样 调下什么东西 窗户关上也可以 现在有点冷 刚才我念的十二相 抢毒水天 以无关而来到人间 入胎 降身 学供桥 享用名妃 后来出家苦心 将诚佛转法论 实现涅槃 总共十二种相吧 我好像没有说 准备吧 凡是你们都懂 像这种现象算是什么 叫做十二种化身 这是最殊胜的化身 这叫做最殊胜的化身 还有一种叫做调化众生 这是在六道轮回当中 有不同的能热 本色 六能热来实现 我们在《大黄黄黄黄》和其他当中也是讲过 还有叫种种化身 种种化身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不同 比如说《华严经》当中经常讲佛陀以萨门 婆罗门 国王 大臣 乃至乞丐以上的人的现象来度化众生 有各种各样的人的现象 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非情当中 以非情的形象来度化众生 还有诸书当中有诸书 蒙书 甚至各种其他的一些 只要适合他的话会有 所以我们有时候 观清净心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起来 旁生界 动物界当中都是可怜的动物 但实际上也有一些动物 实际上也有一些诸佛菩萨的化现 诸佛菩萨的化现 我们觉得无情节当中 无情的世间当中 其实也有讲的 有情的 比如说我们在讲 因明和中观的时候说 植物有生命 认为是外道的观点 而《十论金刚》当中说 植物也有真正的生命 包括在一些恶趣的旁生当中 属于旁生当中 也有这样的说法 旁生当中有些佛陀也是以 因为原来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如果我们用人来读旁生 旁生不一定开始适应 比如说我们进入牛群 进入飞禽当中的时候 他们都不一定有跟我们共同的生活 但是如果佛陀以他们的身相 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那完全都是有机缘 会度化他们的 所以说他种种身相当中 也有这样的幻化方法 还有《宝积经》当中讲很多的化身 当时讲了什么 包括一些马车 有些其他 我都经常想 现在大城市里面有这么多车 天天都是堵车 晒车 这些车也是佛的化现 佛特别多 佛的事业特别多 还有其他的一些经典 比如说《不可思议经典》当中 不是叫《大乘三乘方便经》 《大乘三乘方便经》里面 讲有一些商人 在森林当中遇到困难 或者晚上在黑夜当中 迷露的时候 佛陀显现为明灯 我们现在的照明灯 这些也是可以获得显现 晚上一下子停电 佛不见了 就消失了我们新型的世界 早上又出现佛陀在我们学院当中 昨天半夜三更停电了 大家就 哇 好像是生活生成的能力都没有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世间当中的人 依赖心很强 如果没有电 好像是没有呼吸一样的感觉 没有手机 也没有什么网络 现在很多人对外在的依赖 特别特别强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表面上看来 可能这些都是对我们 带来一种散乱 但实际上佛陀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 也有可能让我们这些散乱者 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度化 这是不能排斥的 但我们不能说 所有散乱的因都是佛陀 所以我们整天都是 跟着这些时间 这样的话 肯定是不合理的 还有就像《不可思议经》 有一个经典里面 他讲了许多的 比如说妙药 宝珠 这些都是佛的化身 医院里面开的 不管是西药也好 中药也好 藏药也好 其实药当中也有很多佛的化身 还有我们装饰的宝珠 装饰品 这些当中也有 所以这些我们从广义上讲 佛的种种的化身事业层面讲 无有间断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想 既然佛可以这样化身 那么我们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 传承上师 他们的事业和他们的加持 也是没有间断过的 只要我们有信心 都可以再跟前 以前有一个教证叫做 意思是什么呢 具有信心的门口 念石一直在那里睡着 意思是后来听说 原来大概接近一百年前的 有一个叫伊库拉玛 他经常把它解释的是什么呢 莲花生大师在信心的门口 意思是什么呢 只要把信心的门意打开 一闪开以后 那么念石可以进来了 如果信心的门意一直观着的话 那么念石不可能进来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佛 不管是佛也好 菩萨也好 对任何的这些僧尊 如果你对他有信心 祈祷的时候 他的加持自然而然会进来的 他没有什么间断的 比如说我们文殊菩萨的加持 永远都是在的 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去主动地 去祈祷 去经常观修的话 那就没办法 你信心的门一直读着的 你那个信心的门打开 祈祷让文殊菩萨进来 我这个意识的世界当中 你快进来的话 他依靠自然和发心力 我们的信心力自然而然来的 所以任何一个上师的加持也好 佛的加持也好 我们以前也是引用过 就是 观修比前有佛陀 观顶并加持现常翻译的 意思就是不管是什么人 如果去坐以观想的话 这个人的面前佛陀就在 那里 所以他会加持你 会灌顶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即使你坐在灌顶的场合当中 即使你坐得最近 最跟前 比如说佛陀最前面的话 那不一定 我们向佛陀顶礼 向佛陀顶礼的时候 有些人虽然在最前面 但是你心里对佛陀没有 丝毫的信心和唤信心的话 佛陀的加持不一定融入你的心间 如果你特别虔诚 非常甚深的信心 那这样的话 即使你对佛像很遥远 但是它的加持 一颗元气力自然而然 置入你的心天 所以我们有时候 确实信心非常的重要 因此在种种化身当中 大家也知道 佛陀的种种化身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宫桥化身 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 有些论典里面都有 宫桥化身实际上就是佛像 佛塔 包括文字 这些都是叫宫桥化身 佛陀虽然实现缘解 但是他是以宫桥的 一种特殊的形象和形式来 显现在我们面前 一般佛法隐末的时候 众生没有福报的话 那宫桥化身的佛像 我们都是见不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 见到的这些薄弱经典 我们见到的这些佛像 我们见到的什么呢 就是佛的不管是 树像也好 坦卡也好 造像也好 很多很多的这些佛像 这就是宫桥化身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 经常比如说带一些佛像 待在身上 经常在佛堂里面供佛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你懂得这些因果缘起的时候 会有它的能力 表面上看到它是一种无情物 但实际上它跟其他的无情物 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为它是宫桥化身 而我们其他的一块石头 它不叫化身 所以在这些道理上 我们还是需要学习 如果没有学习的话 有些道理可能比较相似的一种邪见 也许把自己拍着门外 有这个可能性 因此我在这里阐述了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世间当中 实际上确实佛的化身 永远都是没有离开过我们 永远都是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写的不利词 还是比较甚深的意义 下面讲什么 广说实业之功德分为三个方面 略说本体 广说分类 还有色意 首先讲略说本体 如是今生世 此事也无端 我们前面第八品当中 讲的是法身品 表示法身的有多少法呢 有四个法 四个法是哪四个法呢 前面的三生 本性生和 宝生和 还有化身 他这里如是前面的三生 同样的 再加上第四个 实业 按照《四字弦论师》 我们前面也讲过 按照《四字弦论师》 用本性生和 宝生和化身 然后用事业 这四法来表示法身 法身是什么样呢 法身的事业也好 或者说我们在课盘当中 它是化身的事业 在整个大的课盘当中 它是法身的事业 这样有些人可能会想 我们下面讲的时候 他全是讲的化身的事业 而实际上在经常 相关的论典当中讲 二十七种事业 是法身的事业 法身是常有的东西 它怎么会有事业呢 实际上是从增上缘角度讲 它可以有事业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依靠严根 然后看到外面对境的事法 看到对境的事法的时候 它真正取经的后来都是掩尸 不是掩根 掩尸来取的 但是人们经常说 这个是眼睛去见舍法 它并没有说是形式见舍法 因为它叫掩尸 那么我们眼睛看到什么什么别的东西 可以这样称呼的 同样的道理 实际上我们的这二十七种事业 它是化身的一个事业 但是化身的根本因就是法身 它是化身 因此从增上缘角度讲 它可以称为发身的事业 从增上缘角度 就像眼神的比喻那样可以安理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称为 它是化身的事业 也可以称为化身的事业 那么这个事业 轮回没有空之前的话 实际上发身的事业 永远也是不会间断的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 在任何时候 其实佛菩萨的事业 他们的加持 他们有什么事业呢 他们不是其他的事业 我们世间人 所谓的事业和生活也好 什么感情 家庭 工作 包括身体 然后一说事业的时候 它是一种小范围的 一种自私的框架之类的行为 但是佛陀的这些事业 永远都是让无边的众生得到利益 那这样的话 我们作为与云众生之一的一个成员来讲 我们会不会得到 佛陀的长期的加持呢 关键是跟我们的因缘 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只要有一颗信心的话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 佛的事业的加倍 佛的事业的舍受 我刚才也讲 为什么说 他这里没有间断呢 他实际上因为众生是无有间断的 众生无有间断的话 佛陀的慈悲没有间断 佛陀的慈悲没有间断的话 那么他所设现出来的事业 也无有间断 这个原因也是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说佛的事业 永远不间断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他一直相续性的一种不断 下面我们讲二十七种事业 下面会用三个大科判来讲 这个很重要的 佛陀的事业方法 这里是这样的 安置于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 安置于道的所依 第二个 安置于道的本体 第三个 安置于道的果位 这个很重要的 佛陀度众生也是次第性的 我原来讲其他课的时候 我经常用过这个话 我也原来学相关中央论的时候 觉得说 佛陀度众生的时候 也是次第性的 并不是所有的众生 安置于果位上的 那我们更不用说 尽力所能及就已经可以了 原来特别刚强野蛮的众生 我给他讲法讲法 稍微他的诚信减少一点 算是我的任务完成了 已经可以了 原来还比较不错的 稍微给他有一点帮助 都已经可以了 不可能像佛陀 并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是安置于果上面 没有 佛陀的二十七种事也是 对我们以后度化众生来讲 我们作为凡夫人也好 得一些心结性的菩萨 都还是很好的一种提醒 佛陀不能所有的东西都安置于道 或者安置于果的话 那这也是我们最好的一种方法 那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我们讲这个颂词 刚才前面忘了一个我还是本来厉害的 德仁库尔皆知地 雷乐严门切不忍多德 下面要不要一次性的念完好像比较善 可以 我读念一点 这个颂词语道 安置于道 实际上是 他这里颂词当中 诸趣寂灭业 意思就是说佛陀度众生的时候 他是次第次第度的 次第度的时候 首先比如说有三恶道众生 佛陀不可能让他们所有的三恶道众生 直接让他得思闻缘觉的果位 他不能这样的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个 关在监狱里面 有一些有能力的领导 他想办法让他坚信 让他各方面慢慢积累一些资粮 他在监狱的时间所断 慢慢慢慢先从监狱当中解脱出来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再让他安排一些比较好的工作 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 跟这个一样 其实佛陀度众生 也是他的二十七种事业里面 第一个事业就是诸趣寂灭业 诸趣寂灭业有不同解释方法 但这里一般来讲 先一切众生的恶意 三恶趣的恶意把它灭尽 而让他获得了 要么是人的果位 要么是天人的果位 这样以后 他可以成为解脱的所益 否则你不可能一个恶趣众生马上 当然极个别的一些特殊因缘者 从地狱当中直接获得一些殊胜的果位 这是比较特殊的因缘也是有的 佛教历史上也是有极个别的 但是一般的 次第性的度化众生来讲 先获得人道 以此人身法 能读大苦海 我们前面不是引用了《入行论》的教证 依靠人身的船 才可以能读大苦海 此法难复得愚者无无贪眠 人身非常难得的 愚者们不要天天施睡懒觉 不然人身那么难得 而我们这样去浪费 去耗尽 太可惜了 因此佛陀也说 人身的所依比天人还重要 比什么都重要 这样一来先灭尽 恶趣的痛苦的因缘 让我们获得了 人身之后才可以 所以说第一个 安置于道的所依 因为他还没有算不上什么道 先有一个所依 道的所依是什么呢 就是人身 就是善趣的身体 这是道的所依 因此最可怜的 最恶劣的这些众生 佛陀也是先把他安置在 一个可以堪能的所依 我们以前藏地 有一种民间的说法 因为春天的时候 很多比较好的草已经吃完了 绿草还没有长 在那个时候 牦牛是最危机的时候 很多都会饿死的 然后刚好春天的时候 布骨鸟也来了 布骨鸟来的时候 很多牦牛听到牠的声音的时候 在饥饿当中会解脱出来 有这种说法 这个时候有一些古人问布骨鸟 你来到这里的工作主要是什么 他说 我道路下面这些可怜的众生 安置于道路当中 道路当中的这些可怜 饥饿的众生 就安置在道路上方 然后道路上方的这些可怜 饥饿众生 把它安置在更上方 他的意思原来是特别像路以下的这些 把它尽量地安排在路当中 路当中的这些 再让他们 就像世间当中的一些学校 没有读书的文盲的人 让他读一点书 读书的人让他一层一层地上来 这是布骨鸟的他的 为什么在藏地很多人 都特别喜欢听鸟的声音 听到他的声音 觉得人们是一种幸福的象征 很多众生不会饿舍 很快乐的 这是一种民间的 也是一种传统的 其实有些传统当中 这种说法很有甚深的 格言的意义 刚才这种比喻说明什么呢 就是佛陀也是 他读众生是一种次第性的 你看恶劣的众生 地狱里面 饿鬼里面 旁生里面的这些众生 他就没办法直接读的话 先让他们获得一个人身 这是《现观众暗论》里面的第一层意义 安置于道的所以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有些人刚出家 刚当法师的时候 一定要想 我要传一个大圆满 让无数的众生 马上获得了洪生成就 下面就是说 第二个安置于道的本体 分为安置资料道 安置加行道 安置见道和修道 有四个方面 首先安置资料道的颂词当中 是这样讲的 安置四色事 领知诸杂人 极知诸清净 有情如正义 六波罗蜜多佛道 讲这个 藏文念文 这里二十七种事业当中的 资料道有六种事业 意思就是说 前面讲着安置四色事 也就是说 以前没有四色的这样的众生 他就想办法让他们安置在 因为一切道的助缘 其实四色 打成色素众生和度化众生的 最好的一种方便方法 以前他们不懂色色 没有色色 色色的话 那么让他们安置在 布施 碍语等色色当中 这是色色的事业当中 这是第二个 这也是我们以前 别人根本没有 色色的三辆方便 比如说他要讲经说法 也不会布施 也不会碍语 自己行为也不会同行 也不会有利他的这些 那以后你要度众生 一定要自己具足这方面的功德 他也会学会这些 实际上这也是佛的一个事业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令这些众生能通达四地 四地分为渣染和清净 渣染分为因和果 极地和苦地 能灭尽这种渣染的因果法 倒地和灭地 这是叫清净的因果 也就是说 让这些众生 懂得四地法门 四地法门 这也是安置资粮道的一种方法 其实我们在座的虽然不是佛 但是我们在弘法的过程当中 以前人们不懂色色 我们给别人讲 以前不懂四地 让他们明白四地的话 虽然我们不是佛陀 没有佛的事业 但是与佛陀相同的 佛教徒的这种事业可以完成 所以我想 资粮道的这些佛陀的事业 我们也是可以消防的 我们也有象征性的 别人以前不懂色色 我们也讲色色 后来他会懂的 以前别人不懂这样的四地法门 我们通过再三讲述以后 也懂得的话 实际上他就安住在佛的事业当中 那么第四个 从发心的意乐方面来讲 对为了利益一切有心 发真诚的心 安住于这种意义当中 或者了达这种意义当中 颂词说是有情如正义的意思可能是 为了利益无量无边的有情 如实的证悟 或者是安住发心的 四无量心的意义当中 意思就是说 从我们意乐上讲 为了承办无量无边的众生 自己安住在慈悲喜色当中 这个是从发心意乐方面讲的 这也是佛的一种事业 让我们住在资粮道当中 第五个 六波罗蜜多也就是说 行持 不仅仅我们发了这样的 菩提心和四无量心 还有在自己的行为当中 就是布施 慈劫 安忍 精进 禅定 智慧 有行持六波罗蜜多 六多万心 在发心的基础上 我们尽量地 哪怕是讲一堂课也好 打一次作 或者做任何一个善法 都有六波罗蜜多来摄持 就像我们听一堂课也是 实际上有发心 有六波罗蜜多的摄持等等 都可以行持的 这是讲行为方面的 资粮道的最后一个 它具处的是佛道 佛道让很多众生 让他们真正能进入佛道 进入佛道是什么呢 其实是佛道的所义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成佛的话 佛道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行持十善和刺戒 这个很重要 你要学佛的话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你至少也是要懂得十善 你至少也是在相续当中 有一份戒律 如果一份戒律都是没有的话 将来不一定获得了人身 不一定获得成就 你如果行持十善都没有的话 那其他的善根根根本没有办法的 十善是最基本的 这样的道德 这样的一种所义 你要想进入佛道 从资粮道开始 我们要行持十善 以后在座的各位 因为我们人身还是很难得 不管你是居士也好 出家人也好 我以前也讲过 我们作为学佛法 不能完全是一种自私 还要想帮助很多的众生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度化众生的时候 一个是自己也有基本的一些道理 自己应该会懂得基本的道理 自己有基本的修持和行为观念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佛教徒连自己基本的 世间人格都没有的话 可能我们没办法贪负 没有办法贪在高尚的一些 超身的 超世间的境界 不管是贪不上了 然后我们自己有了这样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 身边的确也需要很多帮助的众生 我们不一定要对身边的人 都是发钱 给很多的财务方面 但是他们缺少的是 可能最主要的心灵财富 很多人现在 并不是他们都缺少吃的 除了可能极少数的 饥饿素灾的这些人以外 大多数人是吃船 不是特别缺 最缺的是心灵的恐惧 焦虑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 得愈愈症 非常可怕 所以比较而言 我们佛教徒当中 有些真正以出离心来出家的话 出家的团体当中 得愈愈症 得自杀的 这样几乎都是没有的 刚开始可能心里有点不正常 这种现象 任何团体当中都是有的 现在也是很难免的 但是其他的我们可能很多人 尤其是出了家之后 可能心里没有很多的酒隔 没有烦恼 这个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但是也不是说出家人没有烦恼 我们很多的 出家人也是一些形象 出家人也比较多 尤其是现在我发现 我们藏地出家可能因为 遇到的违缘 障碍 尤其是还寿的人 越来越多 很多寺院当中很不理想 受持清净戒律的人 也是越来越少 而汉地寺院当中 本身也是出家人比较少 我们学院当中 好像在比较而言 汉族出家的人也还寿的 基本上很少 这一点还是我在某些上面 比较的过程当中 自己也感觉到 可能也许是民族的一个文化吧 像汉地好像出了家之后 自己确实是一种 选择了一个特别大的事情 从此之后 基本上很多人都比较少见 而现在藏地 因为可能有很多信息的开发 这样很多寺院的出家僧团 越来越少 这样的时候 看了之后 也是心里可以说是寒酸 在这种时候 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家人 出家人都有一颗真正利他的心 这个非常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现在佛教 已经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 作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应该争取自己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居士身份 那么你也有居士的身份 来度众生和自己学法 你如果是一个刚刚受皈依戒的 受持三宝戒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在这样难得的人生当中 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种 没有任何功德的所依而离开 这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也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对来世的准备 对今世的准备 同时我们对学佛法也是当作 自己的生命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做 比如说一个人读大学 他可能觉得在生命当中 我大学这四年 其实我的人格 一生来讲非常重要 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很重要 同样的道理 我们学习佛法 也许一个人有三年的时间 也许一个人有十年的时间 这个是看各自的因缘 和当时的环境 所以当你学习佛法的 这一个阶段 应该说是从生死轮回的 智慧来抉择的时候 它是最光荣 最精彩的一段 那这个时候你要珍惜 现在有些佛教徒 虽然在学 但是学的时候 他的力度不够 他自己心里的意乐 简单的凡是在学吧 学和不学 他好像对他的重视度不够 这一点是比较遗憾的 因此学习佛法的人 应该对自己有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激情吧 有一种非常觉得很难得的心 我不管怎么样 只要五年也好 三年也好 哪怕是一年我学习 那这个时间对我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学生去美国 跟我说 他在美国期间看怎么样好 我说 你美国期间最好是写一个日记 将来你回来之后 你的人生当中应该是很难忘的 当时你学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很多会懂得这样那样的道理 但是将来可能会忘的 以前我也跟着上师去的时候 当时无论是上师的一些课堂上也好 或者一起出去的一些 非常有意义的这些 现在都是在人生的记忆当中 基本上全部都已经消失了 自己有时候觉得非常可惜 当时好像有这么好的一个历程 但这个没有记录下来 好像每天都是有一个很好的 当时觉得说 这个永远不会忘的 结果这种不会忘了 会忘了 所以从我个人的人生当中来讲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 应该说是智力比较身亡的时候 应该记性也比较不错的时候 好像没有记下了许多一些 非常有意义的上师的窍诀 当时在自己求学 和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 和有些道理 我想我们在座的也许 可能你现在学习佛法 我看我们这里很多道友 原来我们正在求学的年龄 比较差不多 以后你们可能再过二十年 再过那个时候 可能我们现在的这场环境 除了一种记忆以外不一定有的 不管是这里的色身也好 时间也好 包括它的对境 地点等等 我们这五种特点 再过十年 二十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这场 这场也许是可能是一种梦 也许连梦都不一定存在的 这个时候可能每个人来讲 可能会寻找一种有意义的生命 这是我刚才讲的是 六波罗密度 讲的安置于资粮道德 下面安置于加行道德 颂词当中想自行共行 也就是说 佛陀安置于这些 原来学资粮道德这些 好像比较成熟的时候 把他们安置于加行道 安置于加行道的时候 让他们修行 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这样的甚深思想 就像《中论》当中所讲的一样 一切诸法如梦幻 如千大佛城等等 这样的道理 这种显现当中 如梦幻抛音 诗相当中远离一切的相状 这样的空性 所以让别人安置于空性 让别人学中观 学般若 这也是佛陀的事业 让他们因为加行道 马上要得到见到的智慧了 加行道着重是空性方面的 证悟空性方面的修行 这次也白日闭关当中 有些人可能没有修完加行 就好好地修完加行 没有修菩提心 好好地修菩提心 没有修人身难得 好好地修人身难得 我这里没有特别地要求他们 每一个人必须这么修 没有这么说 但是每一个人还是 我今天看到很多 白日闭关的等级表 大家都还是有很多人 不同层次的 上等 中等 下等不同地在发愿 这也是很好的 我们还是每个人 应该要看自己的世间 否则生命不会等到 自己是自己的护主 自己是自己的见证者 自己是自己的老师 今天是教师节 你们每个人都是老师 下面是怎么讲 安置于剑道 下面讲 灭尽二戏论 也就是说 他们安置于剑道 剑道是第一地菩萨 也可以说智慧波罗弥多是殊胜的 这里布施度圆满的 那么这里他得到了 剑道的时候灭尔戏论 也就是说灭尽什么呢 灭尽边际烦恼和障碍 他证悟了法界性 变性的意义 以得菩萨的时候 通过无二的智慧 完全见到了 一切诸法真实的实相 如果有缘地 让这些可以到达见底的话 佛陀通过加持和说法 让他们获得见底 就像当时佛陀时代的时候 有很多阿罗汉得见到的 然后慢慢获得了无学地 也有这样的 也有很多大乘行者 获得了见底菩萨 剑道也是这样的 像我们自己没有得见到 能不能得见到也很难说 但是像大天比丘的故事来看 自己虽然没有见到 但通过说法 以他的发心力 也让很多人获得圣者的果位 也有这种情况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讲到安置于见到 下面是安置于修道的 他这里修道 不清净七地和清净三地 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赞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多念诺一点 没事 下面我们讲什么呢 安置修道 修道安置不清净其地和安置清净善地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家民无所得 承受诸有情 下面说 安置修道当中 先从二地到七地之间 他这里有三个 一个是家民 一个是无所得 还有一个是承受诸有情 第九个佛陀的事业 实际上是让这些有缘的众生 安置于从第二地到五地之间 因为那个时候 借波罗蜜多 安忍波罗蜜多 金金波罗蜜多 禅定波罗蜜多 这几个可以超生的 那这样让他们证悟一切万法 在名言当中只剩下一个虚假的名称 而在生意当中 未成虚也是不可常理的 这样的道理进行证悟 虽然我们可能理论上 一切万法是名言加利而已 而思想不成立 这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可以以中相的方式来了知 但真正显量的方式来不可能了知的 显量的方式来了知的话 那么二地到五地之间的这四地当中 实际上诸法能了知名称而已 除了名称以外 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执著和贪执 因为除了一个名称以外 实际上也不存在的 这一点是我们如果稍微少假观察 整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我们特别贪执的 我们极其谈论的这些法 实际上也是出了一些名称 但最后抉择的时候连名称也不成立的 到最后这个应该非常清楚 学过一些中观的人都应该清楚 这是假命 假命是让他们安置于这样的境界 第十个 让他们安置于智慧波罗弥多 也是有为超胜的 我们《入中论》第六地里面所讲的一样 就是第六地的境界 那么这个时候让他们征服一切万事万物的法 都无所得 善论提供 真正到了六地菩萨的时候 会通达一切的万法 因为六波罗弥多之生 到最后智慧波罗弥多都已经圆满了 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些法 从我们般若和其他法门当中讲了不可得 就会得到这样的境界 第十一个 让他们安置成熟友情 安置于方便波罗弥多有为首胜的七地 也就是说成熟一切友情 其实方便 这里当然是七地菩萨的境界 但是我经常想方便度众很重要 如果没有善巧方便 不要说度众生念 自己生活也是很困难的 现在我看有些在家人天天都是吵吵牢牢 很多家庭不幸福 这也是没有方便性 有些道友没有方便 对上者不会恭敬 对中等不会团结 对下等也不会带礼 其实这也是没有方便的 人在生活当中也好 不管是生活自力也好 或者帮助他人也好 这个时候善巧方便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世界当中 可能你是作为一个弘扬佛法 那弘扬佛法需要一个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没有的话 即使你对可能十个人说法 不一定很成功的 如果你具有善巧方便的话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有些木匠很有善巧方便的话 他只要有一块木头什么都可以做 有一个石匠具有善巧方便的话 不管是这个石头是什么形状的 他可以去抢 没有问题的 那同样的一个人他有一种善巧方便 那他度众生也好 他自己在任何的这种 他这种并不是聪明教化者 这个有一定的差别 有些人是特别聪明的 我一定要把别人的智慧偷进来 然后自己想办法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真正的三巧方便的话 他会做事 包括我们现在世间当中做生意也好 搞许多事业的话 有些是很有三巧方便的 其实三巧方便是在 佛陀在《三巧方便经》当中 讲了许多窍诀有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讲一讲 我还是学过这方面的一些 秘密地学的 但是秘密的东西不一定公开讲 是成熟有情 三巧方便 你看这个方便 波罗蜜多 这是第七地的时候会圆满的 这是七地的时候圆满的 到了第八地的时候 清净三地安置于八地 安置于九地 安置于十地 我们今天把八地和九地讲完了就可以 八地即离菩萨道 遣除住之处 也就是说 到了八地的时候 离波罗蜜多圆满 大家都知道 离波罗蜜多圆满 这个时候是第八地的 它有两种特点 一个离菩萨道 因为那个时候声闻缘觉的道 已经七知远行回忆生 到了七地菩萨的时候 已经超越了 所以让他们安置于 真正的大乘道当中 我们在其他地方讲 你也可以造菩萨 所以我们在他的证物上 真正的大乘菩萨的智慧 可以安立 因为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 无情当中他的证物直接圆满 这是在证物方面 所以离菩萨道 真正的菩萨道在八地菩萨 尤其是在《经传论》当中讲得非常广 然后第十三个事业 它遣除诸执著 也就是说 让他们断除一切法的执著 因为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 自然而然 跟入定和出定基本上是相同的 所以大的执著 因为那个时候从七地菩萨开始 所有的烦恼障都已经没有了 这样一来 一些执著完全遣除 所知障也断了 最细微的部分以外全部都断了 所以这个时候断除诸执著 这是八地菩萨的特点 八地菩萨 它会安住八地菩萨的不同层次 这也是佛的事业 第九地的时候 有一个 得菩提 也就是说到了九地的时候 实际上是大愿 波罗弥多圆满的 我们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真正的普贤行愿品 所有的大愿实现 九地之后才圆满的 凡夫人现在象征性的发愿 但是到了一地菩萨 有相当多的可以实现 但最根本的 九地的时候才会圆满的 十万扎缘 在那个时候可以圆满的 是他们获得了愿殊胜圆满的菩提 九地菩萨的时候会圆满的愿殊胜 因此我们讲 也是佛的一个事业 这些事业 有些是我们可能刚才前面 讲资粮道和加行道的时候 我们也好像有一点 共同的事业一样 但是到了一地菩萨以上的时候 我们只能以羡慕心和嫉妒心来想发愿 对吧 发愿羡慕心和嫉妒心 因为我们昨天给他们五年以上发心的人 发了莲花生大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虚然大概有两万多个僧众 两次极乐法会开广的佛像 所以他们很多人很羡慕 以羡慕心和嫉妒心来施禁鼓掌 所以我们对一地菩萨以上 都以这种方式来发愿和希求 就是今天讲到这里 哦 好 有人们都是我 这种方式来讲 哦 楼子 美玲 哦 楼子 美玲 哦 楼子 美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